好 又是到這個小提反聊天室之回客室 今次應該是這個系列的最後一集的回客室 這個嘉賓 我覺得是第一次見的 我先說回自己本身的定位 這個嘉賓是很好的 是不是 嘉賓是主動的 我也跟他聊了兩次之後 有沒有興趣上來的 他是有 也都是我第一次 未做正式回客室前說過的 你覺得自己有可以分享的 又覺得可能是對世界有正面的意義 負面不要找我 免得惹惹惹我上身 你不妨留言給我 或者留個Facebook給我 這個朋友就留給我的 我就跟他聊了幾次 小小的聯絡 我覺得都值得分享的 變成這系列的回客室裡面的最後一集 我觀察一下中字 我見到之前三個朋友 第一個是玄學師傅 或者叫做神功師傅 或者叫做法術師傅 就是熊師傅 第二個是我的朋友羅振光博士 就是李小龍專家 武術專家 格鬥專家 都很獨特的 兩個都是不同的 第三個是Billy鄧家就博士 他是歷史學家 也是本土歷史的愛好者 全部都有自成一家 第四個就是動物的愛好者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說 待會補充一下 或者叫做動物權益 很支持動物權益的人 這是第四個 這就是一系列的一二三四 然後我變回聊天室做其他事情 當然 我的網友很歡迎 如果覺得自己有些東西可以分享 又有些東西是有價值的 不妨找我 我說聊天室之所以我不變成教室 有意思的 我記得最初跟Kelvin聊天的時候 他說叫改什麼名字 我第一個名字是叫Steven和Kelvin 不要煩 懶惰 然後我第二個玩法 隨便說名字也好 其實其中一個版面就是 我以前有個小原地叫教室 好像當人教人家 但後來發現我本身在教室中教室就死了 所以叫聊天室 所以的話題就輕鬆一點 還有我想做網台普及的節目 學術或突然間太嚴謹是不適合的 所以來不中我喜歡打差人 為什麼呢 為什麼就開心一點 轉得太深 大家不開心 這也是我的原意 回到今集第四集的聊天室 一樣的宗旨 就是希望透過不同的人 人生歷程就可以被旁邊的人啟殺 還有我四個人也有點不一樣 如果你認真追尋自己的人生的話 應該每個人都會不一樣的 很難一樣的 對不對 上幾個不講了 今天就講到第四個 透過自己本身的人生的歷程裏面 看看網友可不可以看到一些得著的東西 或者叫一些新的發言 對不對 所以一樣的結構 先簡介 第二樣就通常問一些有趣的東西 第三就是關於工作和訓練 第四個可能講一些 可能自己對某些東西的意見 這些資料分享 最後就會問一些證言 或者叫做座右銘 這個就是起點 我先講介紹一下 我就怎麼叫你呢 應該自己補充自己吧 剛剛介紹完的 剛剛第一次見 我叫TOP 我發音有問題 不要理會 待會你補充怎樣發音 他跟我說TOK 或者叫TODD 是嗎 沒錯 TODD TOP 我叫TOP 就行了 好了 我所知就是 其實他是一個 都贊成動物權益的 或者他前面跟我談的時候 說我叫做WELFARE 對不對 就是動物WELFARE的人 我想一般贊成動物WELFARE的人 應該都是愛動物吧 很難想像是 我不愛動物 但我贊成動物權益 挺難的 應該是愛動物的 當然另外就是動物分很多類型 有些人會覺得 有些東西是不需要保護的 譬如很簡單的 蛇蟲鼠蟻 抵死吧 這樣的辦法 有些人就不是的 傳愛 所以變成素食 好了 另外一些人很簡單的 講寵物買賣也好 有些人就自討買賣 看到買賣也不太好 叫商品化 但有些人就不是的 我所知就是 譬如TODD 他贊成動物權益 贊成動物警察主義處 應該是後半段再說 但是他就贊成買賣 但我本身不贊成買賣 我所知就是 貴贈 就是互相贈 應該是我覺得比較合理的 當然每個人不一樣 但我又不是強烈反對買賣 是真的 為何不是強烈反對買賣呢 因為後面 就是我自己個人意見 我今天不講自己的東西 純粹訪問 當然近年也有些 不是近年 近幾天也有 若貓若狗 這些事件 下半節再說 這個是一個起點 另外就是再介紹多些少 他除了一個動物權益 愛護者 或者推行者 或者支持者之外 他本身從事過這個寵物行業 另外也有少許相關的資歷訓練 因為我掌握不到 我就無謂介紹 我再加一個咪給你 Toc 你可以介紹自己 以及講講自己的培訓 各方面 大家好 我叫Toc 其實我在寵物這個Pandistry 裡面 其實我已經是差不多第八個年頭了 我之前服務過的機構 有 charity 有 commercial 的 亦都在不同層面 由開頭可能最做一些下難事的方面 到可能接觸到 management 方面 所有層面我接觸過 所以我對於這一方面會比較清晰一點 譬如你受過什麼訓練 我看到你寫給我的時候 說比讀的訓練好 沒錯 在之前一個慈善機構服務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契機 可以報讀一些課程 關於Vet Learning 方面 譬如修醫的座護課程 OK 那我先講回 稍後再講回你的座護課程 第一件事 其實你自己人生 不長不短 不問你多少歲 喜歡講講講 不可以講就算了 你自己本身 在人生歷程裡面 跟動物的緣分 什麼時候開始 還有什麼 小時候開始講就好 什麼都好 那個緣分 什麼故事可以分享 OK 其實 從小時候開始 其實已經很喜歡動物 所以可以說 看那些必不必生命力大 無論是非洲草原的野生動物 甚至乎一些可以家人養的 家裡養的動物 我也很喜歡 小時候就 可能是古怪一點 小朋友喜歡看卡通片 我不是的 我喜歡專選這些節目去看的 那麼 結緣方面 可以講到就是 有一次 因為小時候 其實家人不喜歡我養動物 當然會有試過偷養 硬來買一隻龜回家 偷養 龜是無辜一點 買一隻兔子回家 無辜一點 對 到了長大的時候 自己十多歲 開始出來接觸社會做事 有些能力 想養一隻小狗 當時 去到外國動物協會 看過有隻小狗 我很喜歡 就靈養了 只要小時候開始喜歡動物 就會逛街 也可能會聊一下 別人是聊女生 聊狗仔 會的 尤其是 很多我們同行的人都說 我們的眼睛比較利 一眼走過 有隻貓 其他人看不到 我們會看到流浪貓閃過 這些會有意識到的 我比較厲害 因為順便把自己放進去 雖然我今天說不講自己 也要講一點點 我忍不住 我小時候 我想我四五歲開始 開始養東西 我記得我第一次養的東西 不代表我家 我家本身都養東西 我家是養貓養狗 我第一次養東西 就是 有一次走過金魚舖 我和我姐姐 我的姐姐很疼我 是我的姐姐都很疼我 坦白說 我是一個挺幸福的人 我四個姐姐 四個姐姐都很疼我 我和我姐姐說 想養金魚 我姐姐其實 金魚要錢 我家裡很窮 我姐姐沒有錢養魚 於是她翌日 就拿一個袋子 包了一件禮物給我 你猜猜是什麼 找一個袋子 裡面沒有水的 有水的 有水的 是什麼 就是金魚 不是金魚 金魚貴的 金魚怎麼便宜都貴的 原來她後來跟我說 她跟她的金魚老婆說 她弟弟很可愛 就是我 就很想養金魚 但是家裡不會有錢買缸 錢也是錢 也想滿足她的心願 她問她老闆 可不可以撈一條沙坑魚 就是餵魚的魚 撈兩條 對不對 不知道幾號錢 一兩號錢 然後送給我 我很感動 我到現在都很記得那一刻 我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小朋友怎麼會知道 我知道那條不是金魚 但是我很開心 那條是魚 我怎樣呢 那條過程挺有趣的 我生香魚很小 我記得那時候 家裡不知為什麼 會有一些叫白蘭士雞精的瓶 玻璃瓶來 夠了 於是便把袋子剝掉之後 倒進去 很開心 第一條魚是餓死的 我聽 那條魚很明顯 就是餓死的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 原來魚是要養的 是要給食物它吃的 我就覺得二天都挺有趣的 後來一天死了就死了 這是第一次 就是小朋友的經驗 另外回應TOP說 就是我一隻眼都來 因為我小時候 在家裡養貓養狗 其實養貓先 養狗就是後來一件 歷史事件 我已經有機會再說了 我逛街發現到的動物 包括老鼠 蟑螂 我也很敏感 因為我對動物很有緣 我經常說 我應該前世 如果有前世的話 我應該跟 我自己本身也是動物的一種 或者我本身是一個很近動物的人 所以我這方面很敏感 所以等一下你一說 動物權益 好 就請你上來 好 繼續說回 那你自己本身跟自己養的狗 有沒有特別有趣的故事 有的 或者我多說一點點 我自己個人方面 狗仔可能對我 有什麼幫助有什麼用 其實 我本身個人 從小時候開始 覺得和大家有一點點不同 為什麼呢 就是覺得自己 在 我這麼說 善良方面 或者測癮之心方面 會比較澎湃一點 有一點點 套個例子 譬如人家很經典的 看少林足球 有一幕很經典的就是 大師兄和周星馳兩個在唱歌 最後被一群 類似黑社會的人打 我很深刻的 我就在戲院裡面看 他們兩個一唱歌 當然整個戲院的氣氛很歡樂 大家在笑 但是當他們被人打的時候 其他人都會笑得開心一點 但是當時 其實是我的感覺 我記得是留了一滴眼淚 我覺得 既然一個這麼有理想的人 或者 去為一個理想去努力的人 為什麼最後會有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以前 一直都很 很隱藏自己這方面 因為覺得 外出出去 這麼容易 顯露自己的感性 感性 這樣可能會 人家會覺得 咦?什麼眼光看著你 我自己覺得是古怪的 那麼 我很小時候 我十八歲 就自己出來住 跟家人真的會少點聯絡 那麼 當時就育了一隻狗仔回家之後 就覺得 整個世界不同了 比較平衡 真的回到家裡 至少 可以 又有對象 你可以 笼統一點說 拆下一個假面具 跟他 講一下話 聊天 這樣都可以的 那麼這個很明顯 第一樣 TOP 上來之前 就留了一個訊息很重要的 他說九營裡面 他就是四號為主 是不是 四號為主 就是我上次說過 很可怕的 就是看電影突然會哭 看電影哭我也會 我經常看電影 眼淚淚淚的 我是很怕被人 旁邊的人發現 就是 如果一次我跟人去看電影 很怕旁邊的人發現 我眼淚淚淚的 其實我經常出現這件事情 但我通常就不是感性位 我一些叫歷史時刻位 如果我看到電影 突然有些歷史時刻位 我突然覺得很感動 我覺得有一個宇宙的呼喚 在裡面 我舉例子 我看電影最哭得最淒涼的 想像不到那套什麼電影 那套電影是甚麼 叫開國大典 我在一個 舊式電影院看開國大典 我看毛澤東 突然說 中華民國成立的那幕 我哭到 旁邊的人 整個電影院都看著我 哭出聲 我當時應該很年輕 如果知道那套電影 是上畫的人 知道是幾年前 我很年輕 那時候 最近年代有很多明星做的那套 不是不是 開國大典 那套叫開國大典 那套叫做開國大典 我應該讀大專前後 那時候我很年輕 那套叫開國大典 也不知道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幾周年 當然不是近年的 起碼二十幾年 三十年前 我想 那個年代看 那套電影是很感動的 好了 這個是一個例子 另外就是 這個感性的生活 另外就是 剛才你說到 你和小狗的關係 另外也提到一些心理學 心理學其實很贊成人是養動物的 特別西方人很多時候 例如一個完整的家庭 你留意一下 完整的家庭一定是有一隻狗 特別是美國為標準 你如果假設沒有記性不錯的話 留意一下奧巴馬最初上任的時候 因為家裡沒有隻狗 呼籲他要選一隻狗 叫做美國第一狗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外國人很明白這件事情 特別是美國的社會背景 狗是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象徵人與自然的關係 另外就是如果小朋友 能夠養狗的話 對牠的心理成長 很有好的正面影響 因為你養一隻動物 你要負責任 而那個負責任 要照顧起飲食 這個就是一個很強烈的成長的伙伴 狗 如果有興趣看心理學研究 如果講小朋友成長 一個範疇叫做 玩具 一個範疇叫做 玩具 一個範疇叫做 玩耍 一個範疇叫做 玩具 第三個範疇 很多人都開始研究 就是講動物 特別是狗 怎樣透過狗 令到小朋友 明白 什麼叫做活動 什麼叫尊重 什麼叫自然界 什麼叫自然管理 等等 各方面 很好的 所以剛才你說的經驗 值得 這麼想 但我再說一說 例如你長大後才養狗 例如你狗養了多久 整個過程 對 最後一隻什麼時候離開 養了六七年 六七年這麼短 因為我這隻狗 其實全部都有一些問題 因為我第一隻領養 就是叫Leo 是一隻木羊犬 但他天生 營養系統 和腦本身有問題 從水半開始 會不停抽筋 抽筋的過程 他的狗是不清醒的 抽筋完之後 會突然撞 另外關節方面也不好 到最後發展到 狗也有紅斑狼狀症 你碰一碰 可能屁股 或者任何Murcus Manbin的位置 其實他都會很疼痛 到最後 病情越來越差越來越差 就會走了 這個很難得 為什麼一般人收養狗 最差的人就是 選擇可愛可愛 襯自己的衣服 襯自己的風格 就是養的 但你收養一隻 本身知道牠有問題的狗 那個愛心 就要很強大 這個很難 最近我看一些動物 動物義工 或者動物福利 一些人組織的網台 或者網站 有問題 我覺得他答得不好 我很坦白說 那個我第一次看 因為有網友發展了一個 新成立的動物權益 也好 一些網台 或者網上節目 發展給我 我讚了 亦都推廣了 但後面我覺得做得不好 有什麼做得不好呢 其中一節是這樣說的 他說怎麼看幫動物呢 裡面很多人分享了 但他沒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幫動物是什麼呢 其實他不斷說幫動物 其實我覺得幫動物是在幫自己 千萬不要以為你在幫他 我自己個人意見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你透過幫人的時候 就是幫動物 那個人字就是動物的意思 就是幫人幫動物 其實你自己是一種很強的滿足 特別我記得有一次去看 毛國界醫生的一個電影會 裡面有一場挺有趣的事情 就是有一個醫生去參加毛國界 他說 其實我不是來幫人的 我其實來幫自己 因為他不想面對自己原先的問題 於是來幫人的過程裡面 是忘記自己的問題 以及透過看到他們的問題 覺得自己的問題很小了 這是他自己的真誠分享 所以他說我不是偉大的 那個電影裡面 毛國界醫生說我不是偉大的 千萬不要有偉大的 我也不是偉大的 我是幫自己的 以及透過看見很多人很痛苦 大家覺得自己身為人生的痛苦 變得很表笑 有個對比 當然 後面我會說 究竟我們 應該後半段要問你 就是怎樣幫才合理 應該會再問你 好了 第三個問題 你剛才說過 你養過狗 你也很有愛心 選過一個 可能有問題的狗收養 67年 我問你 其實你自己怎麼看 人和動物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有個主客 以及我主場 譬如我自己的例子 我很討厭新聞 說突然間禽流 突然間殺幾十萬 或幾萬 方圓幾尺的鳥仔 雞 全部都叫做 他那隻眼是甚麼 撲殺 人道毀滅 人什麼鬼道 我覺得一點都不人道 你怎麼看人和動物的關係呢 是這樣的 以前呢 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會是很 用我的字眼 是比較激烈派動物福利方面 想法是很偏激的 但是近年開始有些轉變 人和動物的關係 可能就會想回 為什麼人要養動物 人養種物 你自己怎麼看 可能就是某些需要 可能以前某一個年代 可能需要一些工作犬 養貓、捉老鼠 因為有這個需要 所以才去供養牠的東西 否則通常人是拿來吃的 但是慢慢社會轉變 變到現在 由養動物一個傳統 變到可能做一個 home pet 這樣情況 當中有個轉變 社會進步到一定的地步 大家都是想社會和諧一點 和 harmony 一點 一般來說 如果跟人的互動 會比較強的動物 我們會是 威風力方面 就會想是會比較 著力一點 比如狗 牛很少說 雖然香港也有一些團體 是關注流浪 牛方面 但是一般來說 是觸動不了人心 通常都是貓、狗 比較容易跟家庭 如果說到最極端的例子 你說打仗 大家沒有食物 很多人現在都是說 狗肉不好吃 我當然 我先擺明立場 我是絕對不贊成的 吃狗肉 狗是不應該這樣 因為你已經有很多選擇了 你不需要再吃這件事 但是如果你問這個問題 人和動物的關係 我覺得 現在暫時 我們現在這個世代 是和平的 環境容許許可 那就向著愛 和 harmony 方便去發展 這個人很需要 你有沒有感性 聽兩句就知道 這個可以一點補充 第一件事 我不是特別補充自己 補充一下 有一部電影 很多年前 大概六七年前 一部電影 叫做小豬教室 我最近想起這部電影 覺得是關什麼什麼的 關什麼什麼的 分享的 有個學生 就說回一部電影 叫做小豬教室 這部電影我之前看過 我最近重新看過一次 還在我兩個課堂裏面 再播出來 裏面一個位置很有趣 就是小豬教室 一開始那一幕 就是日本戲 日本片 有一個人配一隻小豬 很可愛 就入過六年班的課堂裏面 就跟小朋友說 我們決定養這隻豬好不好 但是我們畢業的時候 就是湯出來吃 那個故事就是這樣的 故事其實我心目中是壞戲 什麼叫壞戲呢 我打算這麼可愛的豬 音樂就這麼輕鬆 那當然是完美結局 第一個說 小豬教室 這部電影的結局是不好的 不過不好得來還很壞 為什麼很壞呢 就是有興趣自己上網 找回來看 叫做小豬教室 那怎麼無端看這部電影 看這部電影 我想起另一個畫面 就是三四年前 在廣州 試過一人一狗的政策 有這樣的故事 故事在說一個問題 就是人們因為不忍心放一隻狗出街 於是剖了其中一隻 因為是一人一狗 假設家裡養兩隻 即是多一隻出來 剖了出來那隻 吃了它 這樣就能夠將它永遠合二為一 合二為一 或者另外就是 可以令到它不用受流浪之苦 我其實覺得很恐怖 為什麼這麼恐怖呢 就是 我就一定吃不下 這個當然的 我記得當年 琴劉錦事件 電視新聞訪問一個家庭 一個家庭就是 很喜歡一隻鵝 雞 雞鵝鵝鵝 一個畫面就是 一個年老的太太 抱著一隻鵝 很捨不得理 但是現在環境要撲殺這些動物 很捨不得理 下一個畫面就全家人在一起吃飯 在吃一隻鵝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恐怖的 當時還有另一個人 是養一隻雞婆的人 有一個叫雞婆的人 也是這樣 在工廠大廈養的 每天都吃雞 但每天都吃了一隻雞很好 後來他剖了 始終吃不下那隻雞 他剖了 但是吃不下那隻雞 當時的法例是這樣說的 就說 不能夠養家禽 於是說一隻也好 不能夠養 很多人 還有當時風頭火勢 都不知道 那個疫症 怎樣 於是他也是吃了 和你差不多 我那個 我忘記了 但是雞那個我記得 他說那隻雞婆 那個人叫雞婆 他很小的雞婆 跟他聊天 但最後都不行 但是湯好像浪費了 好像被人吃 類似的 那些都是有些特別的位置 為何無緣無故看這件事呢 阿托那個人知道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你說人 應不應該吃狗肉 我會有些這樣的意見 比如說韓國 當作一個肉吃狗 很無奈 我們見到愛狗的人 一定會很反感 但是有時候 歷史文化 某些東西 我們要尊重 可以救到就救了 假設你這麼巧 看到牠看著你 你就去韓國 你有本事 有能力 你救牠就救吧 正如我自己 來不中 有時候去救狗 我都要評量一下自己的能力 因為原來在香港 你見到這隻狗你想救 我假設去餘記 你救出來的狗 我想你的成本都挺重 第一 你找地方收留牠 第二就是 你要給一些叫罰款 第三 你一些程序 都挺折磨人的 所以就不要以為這麼簡單 我們不能夠救盡天下的狗 你可以的話可以做其他事情 就是偶爾會問回你 下一節會說 但是這部分我可以補充 這個挺古怪的 我簡單問你 其實你會覺得 如果在盛平 譬如香港這樣的處境下 你會贊成 我們應該能夠給予更多權益 或者付出更多愛心 給貓和狗 你贊成嗎 當然 我覺得這是人性文化的一個進化 還有 相信沒有人覺得 現在香港可以合法吃狗 會是一個進步 是一個倒退 你會覺得 譬如在香港處境 你仍然覺得應該就是貓和狗也好 隱身就不要貓和狗 總之一般的寵物 我們應該可以對它更好 好了 下一個問題 其實你以前做過寵物店 有沒有一些事情 例如你不做 不做就比較高 有沒有一些事情 你發現了 其實很不人道 和覺得很不好 會有的 譬如呢 可不可以說一些具體例子 當然 你不用開名字 開名字我會剪掉 是不是 這樣 賣動物的店舖 行來很多都會是 一個成本 牽涉成本問題 那些成本問題 他們就會譬如 一隻動物 不是這麼精神的 你意識到它將會發病 但是不會帶它去看醫生 在一些坊間 很多不同的藥品 他們覺得自己是一能力去處理 就放進去 就在窗戶上 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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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另外 有一些 動物的 不是這麼好的店舖 他們會限制動物的食量 因為他們處於一個 生育的 生育的 生育的時期 其實營養對於他們來說很重要 但是有些店舖 就好不好地 因為狗越來越大隻 變相不可愛 賣得價錢不高 甚至乎賣不出 他們就會 可能每餐給得很少 幾粒的狗糧 就是吊著一條命 還有沒有其他更殘忍的東西 更殘忍 就躲起來 宣洩一下 一些情緒 有些員工就會比較變態 例如受了氣 在這個拋行 找狗仔出氣 這些會有的 是的 有沒有傳說 其實賣不出狗 整理它 基本上有沒有 以我所知 那可以怎樣處理呢 真是便宜 劈價 可能一隻狗已經半歲大了 很大隻的 那就是 你突然間會見到一隻 原本應該是市值 這件事我覺得不應該 因為價值方面 不是這樣行量的 但是原本可能 平均九千多元 一個品種的狗 會跌到三千元 劈價 劈價 甚至最後 真的出不了 送給別人 送給別人 或者是 遭遇到一些寵物的機構 其實我自己本身 有聽過的傳說 因為以前我有朋友 在元朗居住 他說 久不中 那些垃圾站 是等了一些 連著一些 袋子 東西 在承斗狗隻 扔到垃圾站裡面 留意一下 垃圾車 是照扔的 然後照押扁去扔 這個應該就 這個實際情況 但實際 應該政府的指引 應該不是這樣的 政府的指引應該不是這樣的 因為董事也要分開處理 我說的是 去那邊的垃圾站 那些垃圾車的人 已經是知道 習慣的 這樣做 所以我問一問 當然我所知是真的 有些動物是這樣的 就走了 OK 下一個問題問 你剛才提過 因為本來是第二節先講 但可能是第二節 我撥一點時間說其他 第一節完結前問一問 例如你自己以前讀的 叫做獸醫在戶 其實讀什麼 是怎樣讀法 其實有什麼特別的技巧 你學了 那其實 對藥品方面 或者是 如果是最受用的 就是 你怎樣去看一隻動物 健不健康 這件事是 比較重要的 對於我來說 譬如你分享 貓和狗 貓和狗 怎麼看健不健康呢 我記得Calvin也問過 Calvin也在這裏 每次一連續幾集 他都說 不如你讓我做事 你自己試試搞定 所以他在這裏 你不要以為 他現在還在我旁邊 怎樣看呢 貓和狗 我記得Calvin也在問我 其實 最簡單的就是 分享一下資訊 就是 看FITOXY 看回維生的指數 最簡單的就是 TPR 看回溫度 Pulse 呼吸的方面 另外 會有很多地方 會看到一些訊息 譬如Malcus Manbin 看回牙肉 一個挺好的 就是我們叫CRT 一個方法就是 其實你給牙肉的牙肉 會變白 因為沒有血 但你放手的時候 看回牠 幾兆變回紅潤 另外Malcus Manbin 有很多資訊 譬如正常的狗 除了一些特別品種 譬如ChaoChao 比牠是紫色的 一般是粉紅色 為是正常的狗 其實你看到很多資訊 突然之間變白了 代表什麼呢 代表血液的流氓方面 會比較差 突然之間 可能是紅潤的 但偏紫偏藍的時候 代表什麼呢 就是血含氧量會比較低一點 這些情況 這個也是 譬如說 會不會 剛才已經很醫學 很技術上 譬如說 其他一眼看到的 有沒有其他的技巧 可以判斷呢 譬如說 指數 指數 可能要找機器 或者突然間 找手感也好 起碼有些常識 但會不會突然間 挑選狗 有什麼注意事項呢 那類有沒有 資訊 一般如果你不能碰到的 如果是靠目視去觀察的話 通常看他的動作 正常狗仔去走路 其實有一定的模式 但當然有異常的 你就會考慮 會不會他有關節的問題 或者本身可以造成距離 基本上他的腳是 吊起遠不吊起之間 按下去可能會痛的情況 另外看他吃東西 飲水 去大小便 正不正常 如果你看到他 瘋得 軟軟軟的 水 會比較擔心 他會不會有腸的感染 甚至乎更加嚴重 一些病毒性的感染 譬如 到最後的時候 基本上 因為他是病毒 他不跟普通的細菌 病毒是用藥 殺死的 你要靠自己本身的 營養系統去打贏這場仗 萬一隻狗仔 真的這麼不幸 他會破壞到 神經造成 腦部 到時 基本上 能夠救回 他的狗都一生 有一個情況 叫Attesia 你看到他交叉腳走 平衡不了 基本上他的腦已經 傷害了 這個是 突然說的時候 我想起我對上一隻愛犬 走之前的醫療過程 看到一些醫生 護士都在做很多的測試 那些的維生指數 很多指標 我真的剛剛想起 另外就是 我對上一隻狗 我身平養過幾隻狗 但是對上一隻 第一隻養的 主要是我第一隻養 怎麼這麼說呢 家人養的 不等於我 不是跟我那個 就不是我 但是第一隻 跟我的狗 叫烏頭 那烏頭就是 類似的 因為他曾經有一次 跟我到街上 撞車 就 撞了一隻眼出來 哇 我真的心痛到 離譜 突然走到街上 玩 很開心 尤其是走出街 又沒有看車 被車剛剛撞了眼 那隻眼就撞了出來 當時我很好 我經常說家人真的很疼我 我真的很幸福 然後我抱著他 我又忘了叫那個車司機 當然當然也不流行 當時只能夠罵你 這個司機 就說為什麼不看著這隻狗 我當時的小朋友 也不能夠判別 究竟是我不對 還是他不對 但是我想是 他和我也又不對 我只能馬上抱住這隻狗 回家 衝回家 那我爸爸很好 現在看獸衣都貴 大家可能想像不到 我小朋友 十多歲的時候看獸衣 還貴 貴得很可怕 我記得就是 我抱著那隻狗回家 我現在哭得不清楚 我爸爸就不看著我 我爸爸這樣叫我家 我爸爸走路 然後跟我說我幹什麼 那隻狗撞了 我想正常其他的爸爸 就可能叫他去 防止育出會 以前叫防止育出會 不是叫愛護動物協會 魚龍署 弄死他就算了 一舊跟弄死他 成本相差很遠 一般窮人就弄死他就算了 我一等他自己死 我一舊哭得很淒涼 很痛 我小朋友沒有錢 我記得我爸爸做了一個很偉大的事情 我可以知道我爸爸很疼我 我十二三歲的時候 我那時候應該十 我又不知道十四五歲 十四五歲 十四五歲都很年輕 我爸爸記得就給了六百元 我 他身上所有錢都給我 六百元 搭的士去 當時搭的士去 我沒有記錯的話 不知道兩元 三元起標 兩至三元起標 應該是 或者五元 太遙遠了 去到最近的一個獸醫診所 醫生跟我說 要把眼睛推進去 就已經不知五百元 六百元 我想現在的價錢 我也不知道怎樣比較 那隻手腳 他把眼睛推進去 只要把眼睛推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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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困難 突然間弄不回 所以那隻狗推進去 這隻眼睛是白色的 這隻眼睛 以後沒有瞳孔反應 那隻眼睛推進去 那隻眼睛推進去 當然要看幾次 那個經驗也是 但我這隻狗 一樣有這樣的現象 不是傳說 一旦天氣不好 就要溝叉腳走 因為他的腦 左眼睛 就知道他的腦一定會受震盪 那他會 久不久抽筋 嘔吐 那是我對不起他 我對不起他 這隻狗 我更加對不起他 因為他臨腦的時候 我已經忘記了他的腦 這是我最差的 其實我人生對著幾隻動物 我對不起 這隻動物 我其中一隻對不起 他很大年紀的時候 我讀大學的時候 已經是我讀大學了 他很大年紀 我每天都認照常 帶他到街上 但我忘記了他已經變老了 我就記得自己變大 變得很忙 很多私人的事情要做 帶他到街上已經不是享受 我小朋友的時候 很記得 帶他到街上很享受 因為是我自己 周圍走的空間 那我就覺得很能抽 怎樣抽得 就是見狗殺狗 不是我殺字 見狗和狗抽 都會贏的 那我就完全不用聰明 而且很聰明 我知識他 之前說撞傷眼睛 為什麼呢 因為他太快走得 太快 和太過 羨慕忌憚 於是否 才會遇上那次意外 好了 那件事之後 他很快復原 當然途中有一點點病 很正常 但是我記得 我讀大學 那時候我記得 因為很多私人事情要做 又搞學生會 很多事情 我很遲才回家 很晚才回家 見狗的時間少了 相處時間少了 他每天都等我回來 但我也不察覺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原來他走之前 那幾個星期 食量是很少的 當時我回想 他走之後 我回想 食量很少 呼吸很不正常 氣力有少許問題 但我下街 拖下街的時候 我還忘記了他很大的年紀 我走得很快 我還叫他走快點 然後他好像機械一樣 一腳一步一步 走走走走走 我記得有一次 因為趕時間 因為要交功課 我打算下街上回家 但我沒有時間 遷走他 那我就連笑氣成 反應太快了 我走過去 就打了一拳 快點 我很後悔 到現在都很後悔 那一拳 我覺得自己在傷害他 之外在傷害自己 我打完之後 最慘的是 打完之後 他真的沒有反應 我很害怕 我當時的反應 那時候 我連笑氣成也好 我也知道 打錯人了 不妥 我打完他之後沒有反應 他原來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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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慘了 然後我馬上說 對不起 對不起 沒事沒事 那幾天我就查過了 對 他不是今天才那麼慢 他慢了很多天 而且他去廁所 很慢之餘 沒有什麼東西去 我才留意 對 他吃也沒什麼 怎麼吃 不要怎麼去 沒有吃也沒得去 我很害怕 那我姐姐做護士 我跟姐姐說 喂 你分不清楚 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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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年代 養狗 是這麼說的 以前中型狗 你十一二歲很盡 以前 就是我讀大學前後的年代 那批狗 十一二歲很盡 所以以前傳說 為什麼狗 一定是十一二歲離開 因為以前沒有補藥 沒有狗的補藥 也不會怎麼看醫生 另外就是 吃東西也沒有篩選過 現在就不同 現在的動物 大部分 你懷疑 等魚在貓面前 牠不會吃 我很懷疑 因為牠未見過 因為出生以來 我懷疑 那些貓仔 都是吃貓糧大 等貓魚在他面前 聞一聞 我懷疑 很惡恐 很疑惑 正如等牛肉 以前我找牛肉碎餵我的狗 即是烏頭鵝 我懷疑你等牛肉碎在狗面前 牠會聞一會兒 還會懷疑一會兒才會吃 為什麼牠未見過 因為現在大部分狗 一般人養狗 就算 村屋養狗 有時候當時找飯 魚物都是用狗糧 這就是那個年代 那為什麼呢 十一二歲很大 那時候已經是十三歲 在那個年代 沒有補藥的情況下 包括關節的補藥 包括身體的補充劑 現在是真的有效的 很明顯的 還有現在疼愛的程度 看醫生的程度 看到突然間 有眼視都去看醫生 你知道嗎 以前 牠們眼睛不開幾天 都不看醫生 因為貴 而且你覺得是正常的 是不一動物 差不多要死的 但現在不是的 你十五六歲 還要去找針灸 然後找一些補藥 很大量的醫療輔助 現場的壽命 這是現在的現場 好了 那我姐姐跟我說 烏頭幾歲 然後我很後悔 我很後悔打他一櫥 到現在也很後悔 那就是 果然 打完他一櫥之後 兩三星期 他急轉席一下 話說有一天 我還沒回家 我真的不回家 我姐姐說 牠找你 即是烏頭找我 我回去看了一會兒 果然牠很熱切地 即是叫回光反照 動物也有 就這樣說來 給我歡迎我一會兒 然後沒什麼 那時候 我不是在那裡睡 我等那隻狗在另一間屋 那我就回到另一間屋 那晚那隻狗就走了 我姐姐轉述的過程 但是突然嘔吐幾聲 嘔吐幾聲 然後抽筋 抽完筋之後就走了 但我想牠也能去得安樂 因為牠那晚見完我之後 牠是很開心的 我記得 這就是我和狗的緣份 經歷 但是我稍後 下一節 我會再問什麼 就是虐貓虐狗事件 以及怎麼理解動物的世界 其實動物世界 不如我們想像中 這麼和平 動物世界裡 有很多層級 待會我會再分享 好 下一節再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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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